大家好我是Bantman 今天我们动手玩的是这个 风火轮出的这个马里奥赛车的彩虹赛道 这盒真是够大的 我这桌子大概是1米2长 基本上呢这盒已经把我这桌子占满了 比包装盒更大的呢是里边装赛道 这赛道有两个形态 这直线模式呢超过2米长 天哪比我还长 不是比我还高 转过来 哇塞真是 空间真是 太狭窄了 帮上背面说我们这个赛道非常简单线稿图 OK现在我们就开箱 箱子差点我都够不着了 哇 这里边原来还有一个箱子 哇 把箱子扔一边来 这胶带贴的还真是够马虎的 嗯 哇塞 卷了我的天哪 又开反了吗 往上又开反了 满满的一箱全都是这个巨大赛道零件 够沉的也 这几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彩虹赛道主体了 有一个还带这种上坡下坡的 这路还不平 这条完全是直刀 而且塑料用的还挺硬的 不像平时软塌塌那种橙色赛道 然后是一些弯道零件 这应该是赛道起点吧 这是起跑线看得像 能锁住吗 这是 不是 这是各种道具 好像阻拦你不让你过这赛道的 起跑线在这呢 你摁下去 这小车就可以出发了 然后这是 这是我马车游戏里边经典的起跑线的小乌龟 之前视频里边还说过了 旁边这个浮在空中的呢 就是我们游戏里边摄影师球盖母 它叫什么来着 球盖母 叫酷什么母是吗 球盖母 算想不起来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赛道零件 别说这次这个颜色用的 这透明塑料真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个彩虹不是七个颜色吗 吃成黄绿青蓝籽 我们这怎么才五车道 还少两条 终点线 这次我们终于有这个电子版终点线了 哪个赛道小车呢 先过终点上面都有显示 我们终于不用再一点一点 看这般动作回放了 我们赛道呢是有声光效果的 需要六斤这七号电池 那么现在呢就赶紧把这赛道呢 组装起来 拼起来 把这个电池装上 再听一下 这音乐听着特别耳熟啊 好像我记得我在这个NGC上玩这个 Double Dash那一代这个马车呢 彩虹赛道就是这音乐 是不是每一代彩虹赛道音乐都一样 或者没什么太大变化 装上 起跑线的小乌龟 电池我们也装好了 我们来听听这有什么音效 起跑音效什么样的 开关在哪 小乌龟耳机上的印刷还挺细致 印着MKTV 应该就是MarioCardTV吧 象征道具箱的小机关 可能小车一过一踩踏板 果然这边这个挡板就起来了 而且我刚才试了一下 这个机关触发哪条赛道挡板呢 完全是随机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左边赛道呢 触发了中间两条赛道的这个挡板 然后呢我们再来一下 又改成自己赛道了 真是损人不利己啊 所以说看来赛道下面呢 是有一个小机关的 保证每场比赛随机性 不可预测性 哦而且这机关设计 还挺有意思的 每次呢都是低量 通过这里的小车呢 可以触发这个挡板 诶触发了 然后呢后边小车再经过呢 不管是这个挡板开启 还是没开启的赛道 都不能再触发这机关了 就保证了机关触发的时候呢 肯定得有小车被挡 真是太缺德了 我现在呢 本来就领先 还得挡住后边的人 下道边上呢 还有一个锁定装置 那小锁头呢一锁上 就不会触发这挡板了 诶机关就不管用了 但是呢 貌似这个触发的这个小塑料片呢 没法卡住啊 应该好像卡不住 再试一下 也不行 一只手稍微有点费劲啊 我们同时把这个五个小塑料板呢 全都给锁住 诶也不行啊 一会儿得研究研究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中奖了吧兄弟们 装上 这边上还有观众呢 逐渐我们这桌子就有点装不下了 我这汗也出来了 这大支撑架 天哪 太大了 装上 这大弯道 看着跟高架桥一样 我天哪 差点没注意啊 这套里边呢 还送了两辆小车 有一辆这个马里奥 还有一辆这是幽灵王嘛 一看到这幽灵王 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抽这个马里奥赛车的盲盒 连抽了四个还是五个小幽灵 我天哪 别在这小幽灵了 耶 这气泡线架的也是够高的 插上 那么现在我们这赛道就拼完了 我天这赛道也太大了吧 太壮观了 我觉得这是我到今天为止 拼过所有赛道里边最大的条赛道 这还是蜿蜒曲折的状态是吧 如果要直线型的 真是超过两米长的也多壮观 另外这赛道边上 还有些装饰件 我觉得会挡视线 所以我就没装 无所谓了 舔这大赛道 看真太爽了 不过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 天也晚了 一会儿子出去玩 也该回来了 我得赶紧把这赛道藏起来 不能被他发现 我把我手里几个 这个马里奥角色的小车 都放到这起跑线上 看这个驾驶 还真有那么一点 马车游戏的感觉 我们赶紧跑一跑试一试 我们准备起跑 身真是够大的 走 好 看来第一场比赛获胜的是 二号车道的桃子公主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起跑阶段各位选手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齐头并进 但是经过第一个玩的时候 因为处在弯道的外侧 马里奥的名次暂时受到影响 下一个弯道场幽灵王 就来到了外侧 局势瞬间扭转 马里奥凭借速度和内侧 玩的优势 取得领先的位置 而且第一个经过了 机关出发点 但是很不幸 他触发了三个机关 其中就有一个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马里奥和桃子公主 这两个在整场比赛 几乎没有什么表现的选手 自借助天上掉了来馅饼 率先冲过了终点 我们再换角度来看一下 经过第一个玩之后 外侧马里奥选手 正是奋起直追 在经过第二个玩之后 以非常微弱的优势 率先触发了机关 本来主动选手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 谁知自己的努力 竟为他人做了嫁衣 最终成全了马里奥和桃子公主 不过我们再看一下 这冲线时的情况 看起来应该是处在 4号赛道的马里奥 率先冲线 但终点的名次却显示 是2号桃子公主 率先冲线 看来我们这电子设备 又不准的时候 但是因为马里奥选手 并没有提出挑战 所以最后 而桃子公主将冠军 收入囊中 真的是一场充满 戏剧性的比赛 然后我们把这参赛选手 换成这个比赛中的一些道具 跪着龟壳 小炸弹 牛牛 有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也会上赛道参赛 有没有想到 自己也会有今天 4号5号赛道选手 花量碰撞 最终获胜的是 处在2号赛道 红色龟壳 也只有他冲过终点线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起法阶段 各位依旧骑头并进 我在经过第一个弯道的时候 因为重心过高 拐弯过急 主在5号赛道的牛牛选手 直接翻车了 而且他是直接翻到了 旁边4号赛道里边 挡住炸弹选手去路 其他三个赛道选手 也抓住了一个机会 不断扩大领先优势 艳鼠选手率先出发机关 但跟上一场 瓦里奥选手情况如出一辙 挡住自己和对手去路 等一下 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回放 不是 是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赛事组委会忘记将赛道的机关复位了 135号赛道挡板 依旧处于开启的状态 想必当时艳鼠选手也非常绝望 明明不是我干的 为什么我要受到牵连 但比赛终归是比赛 一旦结束了 就不能重来 最终获胜的 仍然是我们处在2号赛道的龟壳选手 这种形式的完全不可预测性 我想也是赛车魅力的一部分吧 这局是幽灵王对自己手下小幽灵 最终活成的 居然是3号赛道幽灵王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回放 有没有什么猫腻 同样体型巨大 转弯幅度并不像之前处在内侧赛道 女女学生那么急 所以幽灵王的转弯也非常稳健 只是在经过第二个弯道之后 2号赛道小幽灵突然奋起直追 率先触发机关 挡住了旁边1号赛道小幽灵选手 自己也因为触发机关速度降了下来 这时候能够对幽灵王产生威胁的 只有旁边4号赛道小幽灵选手了 5号赛道小幽灵选手已经远远被拉下 不足为惧 但也懂事的4号选手也并没有超过幽灵王 而仅仅跟着自己的boss 增加boss获胜成就感 最终毫无意外的 幽灵王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5号赛前4位小幽灵选手 是否已经商量好了比赛策略 赛事组委会也不得而知 但是从比赛过程来看 确实也找不出选手打假赛的证据 比赛过程还是异常精彩激烈的 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减速的 有被挡板拦住的 也有紧跟在冠军后面保持一定距离的 赛事组委会真的找不出任何破绽 只能说各位选手配合的天衣无缝 这场比赛比的并不是速度 而是人情世故 OK 这是我们这彩虹赛道带转弯状态 这些赛道还是挺平衡的 前面拐大弯这个赛道呢 到后面会拐个小弯再拐回来 还是比较公平啊 下面呢我们再把它改成这个 我最期待的直线加速赛的状态 OK 终于是装好了 这直线型的赛道确实看着非常壮观 不过这有两米长嘛 直线加速赛我们再来一局 看这局是不是又是比的人情世故 我就不问那起跑灯了 太吵了 就以我的命令为主 3 2 1 出发 啊 最终竟然是一直处在落后位置 幽灵王选手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难道本次大赛最大的黑幕浮出水面了吗 究竟是剧本还是意外 我们赶紧来看上回放 哇 起跑的时候 幽灵王明显受到了这起跑线的干扰啊 速度就没提起来 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 这下其他四位小幽灵选手直接慌了 这让我们怎么演 但是比赛转折点就在这时候 出现了 领先的2号 4号 5号赛道小幽灵 几乎同时触发了机关 而且非常瘦巧的 三个挡板都立在他们面前 领先选手直接全部被KO 现在赛场上只剩下了幽灵王 和1号赛道小幽灵选手 怎么才能确保幽灵王取得最后胜利呢 1号赛道小幽灵 故技重施 经过机关触发点的时候 合经合理减慢速度 最终确保了自己的boss有惊无险取得比赛胜利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 滴水不漏的一场比赛 一个字 绝 你们四个 你们四个 真都是好样的 好样的 给你们束大拇指 你们四个不是跑得慢吗 跟马里奥比一把 看你们还跑得慢不慢 3 2 1 出发 行 这位看来没放水 真实实力转现 也太不给主角面子了 这场比赛没有了幽灵王参与 小幽灵们可以说是没有压力 可以放开手脚了 尤其对手换成马里奥 可谓是冤家相遇 分外眼红 比赛开始 小幽灵们就展开了群狼战术 紧咬着马里奥不放 有冤的报冤 有仇报仇 挡住了马里奥去路 轻松取得比赛的胜利 这才是小幽灵们真实的实力 多没卡小事都来跑一跑 忽然多了一辆这DHL运输车 感觉上这个牛北环道了一样 3 2 1 出发 最终获胜的是5号赛道 兰贝尼像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货车果然货车 一起步就被4台超跑 和运动型轿车远远拉在了后边 直到部分4台跑车也齐头并进 部分上下 但马上就来到高低起伏赛段 2号赛道GTR 4号赛道三大 性能不济 慢了下来 1号赛道雷克萨斯出发机关 将两辆车挡了下来 成全了5号赛道 兰布基尼 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我们DHL小货车 也因为重心过高 在经过高低起伏赛段的时候 没有控制好速度 翻车了 不过好在也是炼亮枪枪的 经过的终点 最终他也是获得了 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一众跑车中 取得第三名的位置 实处不易 让我们为他鼓掌 呱唧唧唧 下面是超跑和卡通角色对决 风火轮和多米卡对决 风火轮超跑 我们有这个黑色碳塑板的 YESCO 还有这个布加迪Shiro 多米卡方阵的 拍出来是两辆红色法拉利 准备好 比赛马上开始 感觉面对强大对手 我们小幽灵已经瑟瑟发抖了 加油 准备好 3 2 1 出发 好 最后获胜的是 四号赛道的布加迪Shiro 来自风火轮方阵 比赛在开始阶段 就早早进入自家拳手内斗 三场领先的拳手 全都来自风火轮阵营 在列第一的是 3号赛道小幽灵 紧随机后的5号赛道YESCO 但小幽灵选手 在经过机关出发点的时候 速度受影响实在太严重了 头上是塑料小盘盘 脚下是塑料小板板 速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而其他选手因为超跑车型 脑袋不会撞到头顶塑料板 优势就更明显 但是一只小幽灵 出发的是5号赛道挡板 断绝了YESCO选手 多贯的可能性啊 可以说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YESCO选手也因为速度过快 撞击过猛 不过好在队员的内斗 并没有影响队伍的成绩 最终获胜着4号赛道的 风火轮布加迪Shira 多梅卡的F8取得第三 也算是为多梅卡保留了颜面 另外两位选手则没有完成比赛 像多梅卡的拉法 因为身形过为肥瘦 直接卡到赛道上 我说怎么没见着他们 好像你把这机关 给它锁上的小黄片收不回去 这真是设计比较鸡了呀 如果想自己把它收过去 故意得拿这个透明胶啊 或者说这个说面胶 粘一下才行呢 最后最后你们心心念念的 这个古旗限定版的卡迪拉克 这回呢是真的上赛道了 感觉有点不舍得 心在滴血 3 2 1 赶紧看看受没受伤 其实也还好 毕竟在前面有这塑料轨道挡着 但没想到我们这个铁子胶胎 小车跑这么快 跑得还特别稳 以后呢我们可以来一把 这个铁子胶胎竞速赛是吧 这场比赛虽然说毫无悬念 但是感觉每一秒都回放 赛事组委会的心都在滴血 预算都在燃烧 真的是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两米赛程啊 尤其是经过上下颠簸这赛段的时候 我天我天我天 感觉屏幕上就出现数值了 减100减100减100 不过好在呢 整场比赛没有发生太多意外 最终我们的卡迪拉克呢 还是平稳冲过终点线 谢天谢地 OK今天我们玩了玩了 这风火轮的马里奥赛车彩虹赛道 我才发现我们这里边好像有马里奥 但是没有路易 这条赛道真是做得挺有意思 实际上这个彩虹的颜色呢 看着特别漂亮 而且各种音效 非常还原游戏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 之前我们的赛道箱呢 是这个四条赛道的 然后我们这个彩虹赛道呢 是五条赛道的 风火轮呢就是不出这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六赛道的大直道是吧 那条赛道呢真是太经典了 而且已经绝版很久了 估计呢下一步明年 不对应该说今年2022年 看这个趋势啊 风火轮可能就要复刻 这经典的六车道赛道了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了 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